趕快來請教我們莊主委 哇 今年這個金龍年 想必這個前母一定是非常搶手的 主委今天有帶來 趕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有帶這個我們龍年的套壁 真的是作為特別漂亮 因為我們是從龍年開始 今天這十三年 第二輪的龍年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順重 他這個造型是我們稱臺灣省最有名的雕刻大師 叫關聖斌 關大師 請名師來做 沒有 沒有 這是他的作品 他作品大概龍就好幾百種 我去挑這隻 我剛開始挑了一座龍頭大一點的 但是他的尾巴就沒有 所以人家說要有頭有尾 所以我就在稱挑萬角就挑這隻 所以會面是尾龍 所以他的作品是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的人都叫龍的傳人 關大師做的 所以因為我們今年龍年特別 他當然是很慷慨 就把他這個製作錢 賺給我們自然工 所以他今年拿到這個套壁的 不只只可以平安發財而已 這個又可以當收藏品 因為龍是吉祥物 又是金龍 主委你給我為頭介紹一下 頭部是龍嗎 對 這個龍豬 那個是龍豬 對 我們這樣拍得到嗎 我們是不是角度再側過來一點 這樣OK嗎 再來一般的龍 我特別選這個 就是因為一般的龍 都是龍之而已 他這一條龍 他多一個鹽寶 是是是 他本來他的作品就只有鹽寶 後來當然是我們也要 把它加上紫蘭宮這樣 所以我們在開幕的時候 就加著紫蘭宮這樣 因為這樣大家才不會仿貌 然後下面那個剛才蘇伊公 那個就是尾巴的部分 對 OK 要有始有終的感覺 對 對 就是說你賺錢 年頭到年月都會賺多錢 這是要有尾巴 今年這個前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 有 今年因為是農年 我們就已經計畫很久了 因為就是大家 像我們在做第二輪 我們是從農年開始 是是是 前十一年前 現在才十三年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龍的造型 龍 一般我們金龍 是我們這個法人 大家所有生肖是最喜歡龍的 對啊 很多人都驚今年 就是要生龍子龍女 要生龍女 龍女 要生龍女跟龍女 生的也可以 但是我們今年特別做 特別多 因為我們知道 今年大家要生龍女 所以說我們那個金的 我們家做幾十萬年 因為我們就是說 你今年生 你今年生小孩的人 不管你什麼時候 你今年生的就死了 拿那個健康寶寶 我就送了一個金的基建幣 OK 鼓勵大家生產 不用抱著寶寶來啦 不用 你拿到抱著寶寶去 有證明就可以了這樣子 健康寶寶 健康手术來 我們就送他一天 就鼓勵鼓勵他的生產 對對對 這個多子多子多孫多福氣啦 當然 套幣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到啦 因為我們數量沒那麼多 就是前面大概幾百個這樣 那如果前母的補婚呢 前母你主要來就有了 你前母就是我們今年做的 也是跟氣氛不一樣 今年我們這個金的 我們這個會轉 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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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年這個龍 其實我們用雙龍 我們第一次的龍是跟他單調 像這個一尾 我們現在用雙龍搶豬 就是這個比較傳統 所以今年做的是很精緻 又很漂亮 再來我要問各位說 今年我們這個龍 跟這個銀 以往我們都是度純金純銀的 這外面看 你看那個金的是純金 9999度純金的 所以今年農人 我們度得好一點 把他度高一點 所以今年這個 重量看他比較重一點 對